男人决心史上最低等的蝗虫卷祖 因此常常被搬离的富二代欺负 让他交出一百神力作为保护费 否则就率领五千名矮人军团 入侵他的神域 毁掉他的核心 让他前途近毁 原来这是一个人人都有机会成神的世界 这里的人 按照神力等级分为神性生物 半神 真神 主神和神王等等 每个人在十八岁成年时 会决醒神域得到自己的核心卷祖 卷祖也有等级高低 天赋高的人 往往能得到更具潜力的卷祖 从而往高等神进化 然而穿越而来的韩武为了破局 只好借助神明登陆仓的辅助 连接并登陆了自己的神域 当他再次睁眼 就发现自己正以上帝视角 在观察着神域的情况 他拉近视角 在平原上发现了自己的核心卷祖 一群丝毫不知即将迎来灭族的蝗虫 韩武打开面板查看 一个蓝光组成的半透明屏幕 展现在他眼前 可让他惊讶的是 在身体原主人的记忆中 是没有天选之子和生命献祭这两条的 韩武点击响起 天选之子 上天选择的气韵者 每提升一个级别 就能额外获得一项 具有唯一属性的能力 生命献祭 可献祭生物生命 换取同等价值的产物 产物随机生成 每日可使用一次 显然天选之子就是穿越者的金手指 而生命献祭就是他在神性生物阶段 额外获得具有唯一属性的能力 有了这种逆天的金手指 或许可以完成爷爷的遗愿 但前提是得安全度过明天的校罢勒索 就在这时 他在蝗虫的面板上发现 卷足的天赋是繁衍 无论是数量还是繁殖周期都极为惊人 按照现实世界一天 等于神域一年的时间规律换算 现实世界每过一天 神域就会繁衍四代蝗虫 这种繁衍速度 还真吓了韩武一跳 他神色中带有些许疯狂 那就来豪赌一场吧 赢了就翻身当主人 输了就彻底沦落为废物 第二天韩武如往常一样来到教室 这时一道靓丽身影却走了过来 韩武 你想好了没 当我秦爽的奴隶 我保证直到高三毕业之前 没人敢欺负你 但韩武却果断拒绝 我韩武 虽然没权没事 但我也有属于自己的尊严 你愿意庇护我的好业我心灵吗 如果没有别的事 那就请回吧 秦爽也没有多言 认为他很快就会后悟 随后便匆匆离开了教室 过多时 张宾带着几个小弟来到了韩武的面前 韩武 让你准备的一百神力带来了吗 小心我把你的神域核心打碎 让你终身成为一个废人 说罢便用手压了压他的肩膀 可韩武却没有惯着张宾 别胖老子 张宾很意外 你敢这样和我说话 你不把神力交出来 信不信我毁了你的神域核心 可韩武就是相当的硬气 那你就来试试啊 这让张宾觉得是有气敲 一向懦弱的韩武突然变了个样 难不成有什么异仗 他看了一眼清爽 却发现对方根本没有关注这边 心中的大石也放下来 随后他掏出一张卡片 韩武 既然你找死 那就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 对付你这样的垃圾 十点神力也算是看得起你了 入侵卡 锁定目标后 会在目标神域内生成一道空间传送门 从而实现神域之间的入侵 入侵卡化作一道光芒照射在韩武身上 然后强行将他的意识带进了神域 很快一座百米宽的巨大传送门显现在他的面前 这是 这是神域的荒漠区域 随着传送门缓缓打开 一只浩浩荡荡的数千人队伍从里面走出来 那便是张斌的矮人军团 数量更是达到五千余人 此时张斌的神性化身悬浮于军团的上空 我以矮人之神的名义命令你们 我的矮人军团 去毁灭那群脆弱的蝗虫 捣毁这片神域的核心 五千名矮人受到张斌的不误 纷纷阵臂高呼气势如虹 士气瞬间提升到了顶点 与此同时在教室内 同学们纷纷通过设备观战 原来张斌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年纪前三十的实力 而在五千名的矮人当中 一名精英级别的生物黄缓走在了队伍的最前方 韩武也是抬手一挥 自爆蝗虫 出击 很快数不清的蝗虫如潮水般涌现 纷纷汗不畏死的扑了过去 这一幕让观战的众人惊叹不已 那些自爆蝗虫 是精英生命体 韩武的核心卷足不是普通蝗虫吗 怎么会有数量这么多的精英生命体 另外一人却不屑地说 精英生命体又能怎样 也还是比不上普通矮人的战斗力 垃圾多起来也不过是一堆垃圾 此时在战场的这边 看见自爆蝗虫冲刷而下 矮人们也受信大发纷纷赢了上去 很快两股势力在碰撞的一瞬间发生惊天爆炸 剧烈的震动让整片神域都为之一产 男人将24亿只黄虫全部献击 只为换取同等价值的产物 很快三个选项出现在眼前 选项三得到一级圣五 有一定几率诞生蕴含爆裂之力的核心卷足 韩武陷入了思索 哥布林战士固然能解决当前危机 但只属于一次性用品 而选择生命全言属于长期投资 更是无法应付明日的霸凌 至于选项三 属于对核心卷足的投资 可持续作用于核心卷足 眼下他也只能选这个 兑换成功后 韩武直接将其夹载入核心之中 随着他用了一面 手上的爆裂之心 瞬间粉碎蔓延至整个卷足 其中更是有一小部分的蝗虫出现了变化 体型也在此刻暴涨一倍 自爆蝗虫 精英圣物 韩武立马抓来一只自爆蝗虫 迫不及待地想要测试他的威力 自爆吧 随着他用力抛制 那只自爆蝗虫瞬间炸裂开来 威力之大 竟如同一枚手榴弹 韩武深知矮人的生命力顽强 虽然现在的威力还远远不够 但若是把数量堆上去 那就很难说了 画面回到战场的这边 随着浓烟散去 五千名矮人被当场炸死了大半 存活下来的精英生命体矮人也受了不清的伤 不过也还有一战之力 可盘旋在空中的自爆蝗虫还有五万只 而那些普通的蝗虫更是达到惊人的九千多万只 战局高下立判 这让正在观战的清爽一脸惊喜 这家伙还真有点意思 很快遮天蔽月的赤色蝗虫再次起来 即便是精英生命体的矮人也都颤抖不已 张兵见状连忙下达神域 号召那些还存活的矮人赶快回归神域 可寒武又怎会轻易放过他 仗着蝗虫会飞的本能 直接命令所有眷族穿过传送门 反向入侵张兵的神域 很快九千多万只蝗虫如同黑色风暴一般 汉不畏死地冲入了传送门 把张兵神域终能见到的一切都炸成了灰烬 张兵仍然高傲 用命令的口吻大喝 快让你的眷族从我的神域里滚出去 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就连那只精英生命体的矮人也被当场炸死 此刻张兵声势也弱了三分 我认输 把你的蝗虫从我神域里撤走 让我的眷族回归 汉武脸上冷笑更甚 你不是想要击碎我的神域核心吗 既然如此 我反过来击碎你的也是理所当然对的 听到这话 张兵无能地咆哮着 你敢 我爸妈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我爸是半神 我妈也即将晋升半神 不等张兵说完 汉武直接下了毁灭指令 不顾一切代价 给我撞碎他的核心 张兵不再硬气 当场哭了起来 住手啊 我认输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欺负你 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我绝对满足你 可汉武心意已决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现在只想让你变成一个废人 可话音刚落 一个严厉的声音突然传来 够了 汉武 给我停下 男人献祭24亿只蝗虫 净化出蕴含爆裂之力的自爆蝗虫 不仅把孝霸的5000名矮人军团炸死 而且还反向入侵了他的神域 张兵苦苦哀求 我认输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欺负你 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我绝对满足你 可汉武心意已决 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 我只要你死 可就在这时 一道半神化身浮现在神域上空 汉武同学 停手吧 你已经赢了 又何苦赶尽杀绝 此刻张兵仿佛看见了救命稻草 刘老师 快阻止这个疯子 我父母一定 可话还没说完 快救救我呀 我不想变成废人 刘乐天看见汉武没有停手的意思 语气也变得更加愤怒 你没听见我说话吗 汉武似笑非笑 问了刘乐天一个问题 刘老师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刘乐天却说 作为班主任 我自然能够感应到班级里的一切情况 汉武继续说道 那我再问你 我在被张兵殴打勒索的时候 你又在哪 为什么不出现呢 面对质问 刘乐天脸色一黑 你先停手 我会给你好好解释的 可心中却吐槽 你有半神的父母吗 我何苦为了帮你而得罪张家 汉武早有预料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 被攻击神域核心的人是武 你会站出来阻止吗 此番提问 直接让刘乐天愣住 看见他陷入沉默 汉武失望地说道 好了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他的话音落下 大量的蝗虫在一瞬间发生爆炸 将张兵的神域核心炸成了碎片 在他一声声的呃喊声中尽数崩塌 汉武将这些碎片收走 并对刘乐天说道 刘老师 请你离开我的神域 与此同时 在教室里观战的设备 突然被强制退出 众人更是唏嘘一片 纷纷转头望向了神域破碎的张兵 没了 都没了 我成废人了 很快刘乐天赶到了教室 他大声怒吼 汉武 你给我滚出来 可找了个遍都没看见汉武 汉武他人呢 学生们声音颤抖 他 他可能回家了 刘乐天的怒火无处宣泄 这学生就应该开除 开除 另一边 汉武回到家第一时间登陆了自己的神域 他打开面板查看这一次的战口 自爆蝗虫还剩于一万八千多只 而普通蝗虫也只剩下四百多万只 不过这次得到了张兵的神域碎片 也正好可以融合到自己的神域中去 随后他伸手一台 神域碎片当即四分五裂 化为一缕缕流光融入自身神域 很快汉武获得了神域核心二级 可以及圣武 矮人之锤 矮人820个 面积更是扩张到了260平方公里 这些收获对于韩武来说已经相当丰厚 大概也能让他支撑到毕业了 韩武知道张兵不会就此罢休 他的父母必定会来兴师问罪 学校也肯定不会保护自己 必须抓紧时间发育 想到这里 他果断把矮人之锤挂上了交易网 希望可以换取自己需要的资源 很快就有买家主动联系上了他 不过韩武却执着只换不卖的原则 对方只好用一颗熔岩火金来交易 那是一种能增强卷足火元素的耐性 提升爆裂威力的火金 韩武立马按下同意键 有了他我的自爆蝗虫就可以二次发育了 男人买下一块灼热的晶体 把神域里千分之一的蝗虫进化为爆将蝗虫 为了测试他们的威力 韩武随手抓来一只 然后直接抛了出去 那只爆将蝗虫在空中瞬间发生爆炸 其威力相当于一枚手雷 而且在爆炸之后产生的岩浆飞溅效果 更是造成了大面积的杀伤力 另一边 张斌的父母已经来到了校方的教导处 要他们给一个交代 教导主任试图解释 据我们所知 这场入侵战是由您的儿子张斌引起的 并且他平日有多次霸凌同学的违规记录 男人一听立马大发雷霆 你的意思是 一切都是我儿子就由自取的事吗 学校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张斌的母亲也开口讨要公道 那个击碎我儿子神域核心的学生 必须受到惩罚 校方必须将他开除 此时韩武在神域内多次施展生长加速能力 让暴将蝗虫的数量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 正当他准备施展生命献剂的时候 一个视频申请突然谈了出来 韩武看在对方是学校领导的份上 最终选择了接听 许梅如实相告 韩武同学 我是徐主任 张斌同学的父母来到了学校 要求对你进行处罚 随后他将整个过程都还原了出来 张斌的母亲想要校方开除韩武 可徐梅却不同意 他认为一切都是张斌主动入侵造成的 而且韩武在对抗过程中没有作弊 所以没有开除的理由 那女人当即恼羞成怒 好啊 你们居然包庇破碎同学神域核心的坏学生 这就是你们学校的教育宗旨吗 同样为半神的徐梅出于礼貌 对两位家长还是很客气 杜女士 请不要混淆事实 我们确实有很多证据证明您儿子曾多次霸凌韩武 女人气得清金暴气 你别跟我扯有的没的 我就问你开不开除他 徐梅脸色如常的说道 很抱歉 做不到 男人见状放出狠话 徐主任 我可以接受学校不延长韩武 但作为受害方 我必须要出口气 如果连这点小要求您都不答应我 那我也就不必再顾忌学校的面子 画面回到现实 许梅告诉韩武 张斌的父亲会率领一支千人小队入侵你的神韵 不论结果如何 他们都不会再计较 这也是学校能提供的最大程度避火 不过半神的千人小队 足以抵得上普通学生的五万大军 韩武你能扛得住吗 韩武点头 谢谢徐主任 我明天会去学校迎接这场挑战的 挂断通讯后 韩武知道时间已经不多 必须尽快发动第二次生命献祭 随后他抬手一挥 一个生命献祭的巨大阵法出现在头顶上方 瞬间将48亿只蝗虫全部吸了进去 很快三个选项出现在眼前 而且无论是哪一个选项 都要比第一次献祭所得的产物品质要高 经过短暂的思索 韩武最后选择了第三个选项 斩铁剑锋 很快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在眼前 销瘦的身躯上长着两双手臂 斩铁剑锋 剑锋族 英雄生物 男人发动生命献祭 把神域里的48亿只蝗虫全部献祭 只为将一位剑锋族的百岁老头召唤出来 销瘦的身躯上镜拥有两双手臂 他注视着把自己召唤出来的韩武 请求道 神明啊 我需要剑 对于为战而生的剑锋族 手里没剑这怎么能行 韩武当即点头 没问题 高端武器必须配上 随后他打开了交易网 心想这两天培育大量蝗虫 所得的信仰之力满意以后 就会凝结成一点神力 再加上之前卖地剩余的神力 目前一共有54点神力 韩武当即下单 也只能买到一把信仰级别的暴风大剑 而装备一共分为四个级别 普通装备 没有能量注入 信仰装备 往往附带某些特殊效果 神力装备 加入大量神力和结晶调和 往往具备灵魂 会自我成长 神性装备 只有神明才配掌控的装备 是力量与权威的象征 只见斩铁剑锋挥舞了两下 前方瞬间激荡起阵阵锋刃 仅仅只是附带的剑锋 已经是这等威力 随后斩铁剑锋 却又再次向韩武发起请求 神明啊 这样的武器我还需要三把 才能完全发挥出我最强的实力 听到这话 韩武顿时愣住 心想我的神力点是大风刮来的吗 还要三把暴风大剑 站着说话不要疼啊 但是事关明日与张刚半神的千人军团对战 买武器的是绝不能马虎 于是他硬着头皮联系上了秦爽 与此同时 秦爽正在神域空间内打坐 四周有无数雷雀围绕着他翩翩起舞 而这些雷雀正是他的核心卷作 天生就是精英生命体 得天独厚的雷系宠 并且还是空中作战单位 种种光环加深 让秦爽的实力排在年纪前五 不过他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些雷雀上 而是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个场景 那是他在念小学时 不小心掉进了湖里 眼见就要溺水而亡的时候 寒武却出现了 同样也是幼小的身躯 他奋力将秦爽拉上岸 然后还为他做了人工呼吸 将秦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往后 秦爽一直都很关注着他 只是寒武这个呆子始终不愿接受他的帮助 寒武这颗鱼木脑袋 被压榨死算了 我爷爷是真神 家族里还有23名半神亲属 还能护不住你吗 然而才刚骂完 秦爽就被一个视频请求吓到 上面的备注正是寒武 接通后 秦爽又习惯性用大小姐的口吻说道 你终于改变主意 同意做我的奴隶了吗 男人掏空所有神力 只为帮斩铁剑锋买下一柄暴风大剑 可同样的武器 斩铁剑锋却还需要多三把 否则将难以爆发全部的实力 没办法寒武只好找到同学秦爽 问他借走一些神力 秦爽却反问道 你找我借神力 到时候你拿什么来还 用你那垃圾卷足吗 别以为在入侵战里打败了张兵 就以为自己很优秀 你的自爆蝗虫也只是 勉强挤进精英生命体行列 压根没有多大的价值 韩武文言立刻断掉了通话 那算了 打扰了 这波操作让秦爽始料未及 他开始埋怨自己 我在干什么呀 为什么刚才挖苦的话脱口而出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他会不会误会啊 一定会吧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秦爽决定主动拨通了韩武的通讯 戒通后韩武却是一脸的拿捏 喂 怎么了 秦爽红着小脸哼了一声 戒多少 给我账号 几分钟后 获得四把暴风大剑的斩铁剑锋 对韩武的信仰等级提升了一几 从犯信徒成为了一名真信徒 第二天 韩武定点传送到了教室 他的出现瞬间引起了全班同学们的诸如此 这家伙还敢来 真不怕神域核心被半神的千人军团给踏平吗 我倒要看看 他被攻破的时候 脸上还能不能这样的淡定 听到周围的议论声 韩武心中清楚 大家似乎更希望我失败 都等着看我笑话呢 这时秦爽走了过来 你借我神力 是为了提升自己和半神比试吗 我劝你不要白费力强 哪怕半神只出动一个千人小队 也不是现在的你能对抗的 面对秦爽的关心 韩武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没有别的选择 秦爽却突然凑了过来 你有 只要成为我的奴隶 我会联系家族给张刚施压 他家只有一个半神 而我家有一名真神 还有二十三个半神 他不敢不从 可韩武还是拒绝了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你就先回去吧 我要为对付半神的千人军团做准备 此时在某个角落 一道极度的目光落在韩武身上 你凭什么被秦爽区别对待 你个废物 你个垃圾 今天你必须死 不多时 班主任刘乐天为张斌的父母推开了门 还低头哈腰的卖力讨好 二位请进 然后还为张刚夫妇指认 那个小子就是韩武 韩武确实没想到班主任会像舔狗一样去舔他们 那女人看见韩武就想动手 你个小杂种 毁了我儿子的神域核心 看我不撕了你 张刚拦住了他 别坏了学校的规矩 男人毁掉校霸的神域核心 不料引来对方半神父亲的复仇 率领一只千人的狼骑兵是要踏平他的神域核心 就在刚刚 班主任刘乐天为了讨好张刚夫妇 像狗腿子一样的催促道 韩武 你小子还不马上过来受死 别耽误张刚先生的时间 韩武知道他想绑上张刚 从中谋取些利益 便笑了笑 我要等许梅主任做见证 刘乐天当即大发雷霆 你这点破事 也配让许主任见证吗 有我见证已经是给足了你面子 现在快开始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可话音刚落 许梅就已经走进了教室 刘老师是想对谁不客气啊 刘乐天生是立马弱了气氛 许主任 这点小事 犯不上劳烦您出面 我就是教训一句我的学生 许梅冷哼了一声 刘老师别忘了 你是学校的老师 不是某位半神的狗 懂吗 张刚不想浪费时间 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既然许主任到了 那咱们就开始吧 许梅的目光落在寒武身上 寒武同学 你准备好了吗 寒武点头 准备好了 得到许梅的许可后 张刚迫不及待地激活了一张入侵卡 把自己的千人军团拉进了寒武的神域 与此同时 寒武也再一次被强制拉入了自己的神域 很快一到十余米高的传送门出现在眼前 一支千人部队浩浩荡荡地从门内走出 为首的狼骑兵队长是领悟了超凡之力的超凡生命体 而后面其他的狼骑兵也全都是精英生命体 看见这一幕 在外面观战的众人纷纷惊叹寒武死定了 狼骑兵 轻瘦人和坐狼的结合 并且还穿着整套的精良装备 不多时 一千只狼骑兵军团 一共两千个单位全都踏进了寒武的神域 张当的半神化身也在此刻浮现 小杂种 你昨日破碎我儿的神域核心 今日我要你血债血偿 此时许梅一脸的惊讶 狼骑兵分明可以拆开算作两个战斗力 说是派遣一支千人军团 这明明就是 一旁的秦爽也接着话说了下去 这分明是两千战斗力单位 堂堂半神居然还使诈了 在战场的这边 张当下达了神域 狼骑兵 冲锋 很快一只只嗜血成性的巨狼疯狂 朝寒武的神域冲去 与此同时 在寒武身后飞出总共680万只的蝗虫 宛若一团红云般遮天蔽玉的覆盖了过去 与那成千只的狼骑兵军团撞在了一起 上千只狼骑兵发起了冲锋 与近700万只的自爆蝗虫撞在了一起 可尽管牺牲了上百万只蝗虫 也仅仅只是换来了几名狼骑兵的轻伤 不过这一幕倒也引起不小的轰动 同学们纷纷为寒武惋惜 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成长 或许结果会不一样 就连一只挖苦寒武的刘乐天也忍不住赞叛 的确是个人才 只是遇到了跨不过去的卡 否则必能在学校闯出一番名堂来 他的话音未落 一位学生突然惊呼大叫 你们看 那是什么 此时在神域之中 天上的云层忽然嗡嗡作响 那些冲在最前面的狼骑兵似乎感受到了威胁 都纷纷停下了脚步 下一刻 云层中落下大片的爆浆蝗虫 如同一颗颗滚烫的陨石 让狼骑兵们无处可躲 那些爆浆蝗虫不但爆炸威力巨大 还能迸发出大片岩浆造成建设伤害 即便是装备精良的狼骑兵也都死伤惨状 局势瞬间逆转 这让正在观战的师生们震撼不已 那种爆炸威力更大 还能建设岩浆的蝗虫究竟是什么物种 超凡生命体吗 许梅主任立马回头问道 有没有拥有探查能力的同学或者老师 把那种蝗虫的信息公布一下 随后一名学生使用了自己独有的能力 我探查到了 那种蝗虫叫爆浆蝗虫 是精英生命体 年纪主任许梅万万没想到 一直被视为垃圾卷足的航武 竟然还藏着这样的杀手锏 此时张当的半神化身悬浮在上空 以为这样就能全灭我的狼骑兵吗 做梦 动用所掌握的超凡之力 收到神域的狼骑兵队长当即养天狂豪 释放了自己的超凡之力 冰冻光环 与胯下的坐廊一同将冰冷气息向四周扩散 温度在直径大约200米的范围内急速骤降 一瞬间便把所有的爆浆蝗虫隔绝在外 就连那些建设而来的岩浆都难以穿透进来 很快地面上累积起来的熔岩快速冷却 眨眼间都变成了黑色的礁石 舆论的声音再次一面倒 半神就是半神 岂会被那点小聪明所击败 寒武的蝗虫群剩下不到50万 这下他翻不了身了 很快存活下来的狼骑兵再次发起了冲锋 虽然数量已不足200米 但张当仍然信心满满 小杂种 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绝望 等你的核心破裂 神域崩碎 学校就会将你开除 到时候你的命将任由我捏圆捏扁 去击碎他的核心 许梅主任仿佛遇见了寒武的惨败结局 于心不忍地闭上了双眼 一切都结束了 可就在这时 秦爽却突然看见了一个身影 站在寒武神域核心前的是什么 此时在核心前方 站立着一道销瘦的身影 这道身影有着一头飘逸的白发 还有着四条手臂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 四条手臂上都个持一把暴风大剑 一把暴风大剑要50神力 他所片刻后说出了答案 那是剑锋族 天生就是超凡生命体的剑锋族 一旁的学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天生超凡生命体又如何 张当断神部也有个超凡生命体狼骑兵队长吗 让狼骑兵队长暂时缠住剑锋族 剩下的狼骑兵去撞碎寒武的神域核心 许梅忍不住皱眉 看气势 这名剑锋族并非超凡生命体 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生命体 此时张当脸色很难看 老子奋斗数十年 也不过只培养出了一名英雄生命体 这小子不过是个高三的学生 何德何能拥有如此优秀的郡族 抢走他 一定要抢走这名英雄生命体 只要打碎神域核心 这名剑锋族的英雄生命体就归我了 面对近两百名的狼骑兵冲锋 斩铁剑锋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锋芒 作为英雄生命体的斩铁剑锋到底有多恐怖 一招自创技能斩铁式 直接歼灭了数百只的精英生命体 就在几分钟前 张当仅剩的两百只狼骑兵发起了冲锋 是要踏平韩武的神域核心 把他的斩铁剑锋抢夺过来 直接那斩铁剑锋七七挥舞 四把暴风大剑 一招出击暴风斩直接连人带狼一起斩杀 宛若战场上的绞肉机 剑气所波及的范围可达百米 搅动着周围的空气化为一道道锋刃 把那些狼骑兵全都分割为两半 眼见形势不妙 狼骑兵队长仰天发出愤怒的咆哮 技能冰冻光环再次发动 二百米直径范围的冰冻之力将斩铁剑锋笼罩起来 他的双腿在一瞬间被冻住 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 那狼骑兵队长更是抓住了机会 须使存活下来的狼骑兵全都一拥而上 声势极其浩大 可斩铁剑锋却是不为所动 同时举起四把暴风大剑并且交织在一起 四创技能 斩铁式发动 他的话音落下 头顶上方忽然狂风大作 剑身上的一缕缕能量飞升至上空 并汇聚成一团磅礴的威能 很快整天天空黯然失色 风声更是如同鬼哭狼嚎 以四柄暴风大剑为中心 旋起了一个漩涡 下一刻 方圆石里的地形被粉碎 凹出了一个大坑 所有精英生命体的狼骑兵都化为了灰烬 这一幕深深震撼了所有观战的尸身呢 我的天啊 英雄生命体也太强了吧 此时作为超凡生命体的狼骑兵队长 踏平这片神域 很快在那传送门内 一只和斩铁剑锋 同为英雄生命体的狼骑兵将领 缓缓走了出来 可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打断了张刚的思绪 半神 你想违背自己的约定吗 张刚连忙抬头望去 发现是真神校长后 声势立马弱了气氛 是校长 不 我不敢 狼骑兵给我撤退 说把他朝下方的狼骑兵将领下达了神域 此时校长的目光落在航武的身上 接着又看了一眼英雄生命体的斩铁剑锋 自顾自的喃喃道 真不错 说完他的身影便消散在半空之中 比试结束后 半神张刚夫妇快速传送离开了教室 而那些师生们在看韩武的眼神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许梅给出一句忠告 韩武同学 英雄生命体并非无敌 以你目前的实力 甚至很难挤进年纪前三 韩武点了点头 许主任 我还有一个请求 我想要换班 此话一出 作为班主任的刘乐天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如今的韩武已是今非昔比 他试图解释 韩武同学 老师承认之前对你的关注并不多 老师保证以后会好好教导你 日常的教学资源 也会实量地往你身上倾斜 请你给老师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可韩武确实异常坚决 我要求换班级 原本刘乐天还想着沾点光的 毕竟他的实力只要稳定发展下去 绝对能迈入一流学府的 这时许梅有些为难地说道 韩武同学 班级并非你想换就能换 学校有学校的规定 如果你确实非常想换班级的话 就要通过学校布置的测试 只要能通过测试 我倒可以给你办理班级更换 男人发动生命陷阱 将神域里的十一只蝗虫全部陷阱 在仪式结束后 眼前出现三个同等价值的产物 阿尔法战甲 还有大熔炉和三座少塔 就在刚刚 韩武为了换班 自愿参加学校布置的测试 看见自己喜爱的男人换班 秦爽也连忙提出换班 徐主任 我也要申请测试 班主任刘乐天一脸苦笑 秦爽同学 如果你对老师有什么不满意 你可以说出来 老师肯定改 咱们没必要闹到换班级的地步 可家庭背景强大的秦爽却说 没有什么不满 就是纯属不想继续呆了 他的话音刚落 一旁暗恋他的张小龙也提出换班 徐主任 我也申请参加测试 这下刘乐天绷不住了 张小龙 你可是班长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心中暗暗发誓 我不能让别人得到 许梅不再逗留 只给众人留下一句话 明天给你们准备测试 刘老师你跟我来一趟 放学之后 秦爽找到了韩武 告诉我 你的英雄生命体是怎么一回事 韩武淡淡回应 这是和你没关系吧 秦爽有些气愤 当然有关系 你可欠我150点神力 如果你还不起 就得给我当奴隶抵战 可韩武却说 你如果想讨债 我可以先还你50点当利息 但如果你想打听英雄生命体的信息 那无可奉告 说完这些 韩武也不等秦爽回答 直接传送离开了学校 留下秦爽在原地暗暗咒骂 很快韩武回到家后 便借助神明登陆舱 进入了自己的神域 虽然蝗虫的繁殖能力非常惊人 但在经历一场恶战后 自爆蝗虫也只能恢复到100万 爆将蝗虫则是区区三万 这时斩铁剑锋突然从天而降 伟大的神明啊 逃走的狼骑兵就藏在矿山中 是否去把他们消灭掉 韩武心中颠量了一番 这狼骑兵居然没有死绝 有几十头逃走了 留下张刚的卷足终究是祸害 必须尽快铲除 但直接杀掉未免有些浪费 很快韩武就下达了神域 你去把那些狼骑兵抓起来 要保证他们活着 我有大用 斩铁剑锋瞬间消失在原地 遵命 两个小时后 几十头狼骑兵通通被捆绑 跪在韩武的面前 随后他将神域里的 十一只普通蝗虫和 二十四只狼骑兵全部陷阱 眼前顿时出现三个选项 阿尔法战甲 一级大熔炉图纸和少塔三座 韩武挺喜欢这个机甲 可蝗虫没有智慧无法驾驭 更别说熔炉了 难道指望蝗虫锻造吗 最后就是少塔 自己这一眼就看到编的小家 压根用不上 不过韩武又转念一想 自己的神域里 好像还有从张斌那里 得到的击败矮人 不知道如今怎样了 随后他开启了能力阴眼 将意念投了过去 结果让他看见 原本只有800名的矮人 竟繁衍到了900 他们兢兢业业 将挖出的矿产 打造成各式各样的武器流存 此时一名矮人 老者发现了韩武的意识投影 神明啊 感谢您赐予我们美好的生活 韩武不禁感叹 在俘虏矮人后 我只下达过一个命令 就是让矮人挖矿 看来矮人的天赋和热爱 都是挖矿和打造装备 张斌逼迫他们战斗 反而压抑了他们的天性 他们在打造装备方面很有天赋 可以让他们做后勤资源 熔炉能派上用处 想到这里 韩武当即在矮人的地界 将一座大熔炉安置下来 矮人们纷纷大喊 神明降下神赐了 另一边 刘乐天正和其他同年级的班主任开会 书位 关于韩武等三人的换班测试 学校把这次测试的主导权交给了我们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一位班主任嘲讽道 还能有什么想法 自然多谢刘老师的馈赠 三名尖子生集体换班 你这是给兄弟们发福利 刘乐天自动忽略了他 秦爽和张小龙的测试我可不管 但韩武呢 我必须要求将测试等级提升到最高级 这种不尊师重道的学生就该严惩 其他班主任一听立马赋予 韩武这种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故事 倒不如趁机卖给刘乐天一个人情 第二天 刘乐天取出了三张卡片 对着韩武等三人说道 这是你们的测试要求 张小龙和秦爽的考核测试等级分别是一级 只需要抵挡一千名外族入侵即可 而韩武这边却是十级的考核测试 需要抵御一万名外族入侵 看到这一幕的韩武顿时猛了 自己的考核难度居然是另外两人的十倍 一万只赤哥布林大军入侵神域到底有多恐怖 哪怕是手握四把暴风大剑的英雄生命体也被打成重伤 就在刚刚 韩武抽到了十倍的难度测试 需要抵抗一万只外族入侵才可以获得胜 许梅主任有些不忍 关于韩武的测试 刘老师还是再斟酌一下吧 可刘乐天却说 这是年级所有班主任的决定 韩武笑道 没关系的许主任 刘老师也是希望我能在新班主任这里展现能力吧 看见韩武那不屑的态度 刘乐天气得呲牙咧嘴 小子你别得意 这时秦爽上前劝说 我的话仍然有效 只要你做我的努力 我保证整个学校除了我之外 谁也不能欺负你 韩武看出他对奴隶仪式非常执着 便淡笑道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咱们测试后见 秦爽再次被拒绝 气得嘴里嘟嚷道 真是不知好歹 这也正和张小龙的意 他心中狂喜 韩武啊 你就等着出球吧 很快测试开始 一万只精英生命体的赤哥布林 通过传送门闯入了韩武的神韵 对韩武而言 这一万只赤哥布林 要比半神张刚的狼骑兵更加难产 那些在外面观战的同学们议论了起来 听说韩武的测试难度是最高的 谁叫他惹毛了刘老师 等着看好戏吧 此时韩武心中暗骂刘老师 这尼玛的刘乐天 求你当回人吧 抗火的哥布林 还一万只那么多 刘乐天在一旁偷笑 韩武啊 怪就怪你拒绝了我的好意 一万名赤哥布林大军 足以把你的神域踏平 那些和他交好的其他班主任 提前发来喜讯 刘老师 恭喜你大仇得报 刘乐天假意常叹一声 师生之间哪有仇 这次测试之后 韩武同学定能理解 咱们当老师的良苦用心 许玛主任懒得 听刘乐天那些虚伪的嘴脸 在一旁默默为韩武打气 加油吧 韩武同学 另一边 双方的大战一触即发 在韩武的神域下 共计26亿只蝗虫 铺天盖地的朝 赤哥布林大军戏去 可赤哥布林也不甘示弱 纷纷在手上凝聚出一颗颗火球 在大片蝗虫袭来之前 将它们一一击溃 一瞬间便将数十万只蝗虫 炸成灰烬 韩武的神性化身目睹了这一切 普通的蝗虫 根本无法对赤哥布林造成伤害 于是他又是伸手一挥 对五百万只自爆蝗虫下达了神域 在普通蝗虫的掩护之下 朝着赤哥布林大军 发起了恐怖的自杀式袭击 可也仅仅只是炸死了400名敌人 与此同时 秦爽和张小龙走出了登陆舱 显然已经完成了一级的难度测试 许玫主任心中暗导 蝗虫终究只是低等生物 就算培养在好也上不了台面 看来局面不太妙 没办法 韩武只能动用自己的杀手锏 好不容易积攒了四十万只的豹 将蝗虫加入了战斗 他们顶着火球羽 在赤哥布林大军当中自爆 大片岩浆把整片区域变成一片熔岩地 瞬间带走了三千名赤哥布林 但基于对火的高抗性 剩余的六千多名赤哥布林 还是浩浩荡荡地冲向了韩武的神域核心 那些观战的师生们纷纷断言 韩武这次真的完了 虽然还有一名英雄生命体做底牌 但真的能斩杀六千多名赤哥布林吗 情爽口是心非 让他拒绝我 赤哥布林大军打碎他神域核心才好 许梅主任剑状立马给韩武传音 坚持不住就认输吧 失败并不可耻 我相信只要给你时间 你很快能再一次崛起 可韩武却心意已决 许主任 我既然已经决定换班 就会坚持到底 哪怕拼至最后一兵一卒 也在所不惜 更何况我还没输呢 此刻斩铁剑锋同时挥动手中四把暴风大剑 大片区域激荡着狂暴的剑人 凡是靠近神域核心的赤哥布林 全都遭到了致命一击 大片的赤哥布林接连倒下 可是那些站在后面的赤哥布林 在斩铁剑锋浴血奋战的时候 开启火球羽进行远程轰炸 神域核心周围大片土地被血色染红 虽然英雄生命体很强 但也难以抵挡几千名火球羽的袭击 最终在斩杀了超过五千名的赤哥布林的时候 斩铁剑锋便处于了冰死的状态 刘乐天见状心中大喜 韩武同学 这就是老师教你的最后一课 你好好学学吧 可不等他开心几秒 一旁的其他班主任却惊呼大叫 你们看那是什么 此时在韩武的神域核心面前 不知何时竟出现了九百多名矮人军团 一千多名赤哥布林同时在手上汇聚出火球 准备要给斩铁剑锋这顽强的英雄最后一击 然而这时 一只九百人全副武装的矮人军团挡在了最前方 五等誓死守护 听见矮人们气势如虹 低吼声宛若战歌般震撼人心 一千多名赤哥布林竟然颤抖不已 待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九百名矮人已经挥出手上的兵刃 将疲惫不堪的赤哥布林击杀 那些在外面观战的同学们纷纷震惊不已 那不就是之前张斌的核心卷足吗 人才啊 此等能力 稳入年级前十 随着神域中的厮杀声停下 仅剩的几十名矮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韩武激动不已 虽然蝗虫几乎全灭 但唯一令人欣慰的是 英雄生命体斩铁剑锋上位阵亡 这个结果让许梅主任和秦爽颇为震惊 甚至可以说有点难以置信 一旁的刘乐天更加气愤了 他专门使诈弄了一万只火抗性的赤哥布林 没想到韩武却还留有后手 很快不大的教室里挤满了个班的班主任 他们纷纷向三人投出橄榄枝 即便开出任何条件也都在所不惜 可韩武却并未做出回应 一旁的秦爽等着他开口 而张小龙则看着秦爽 也等着秦爽开口 思索过后 韩武淡淡说道 徐主任 我能问一下 为什么我的测试难度会这么大吗 许梅主任如实回答 个人测试难度是由年级所有班主任共同决定的 韩武明白了他的意思 冷笑道 那我想看他们的投票情况 这样可以吗 许梅主任对于刘乐天这种暗箱操作也是极为鄙视 他直接就把本子递了过去 与此同时 在场的12名班主任当中 有9名都暗暗咒骂刘乐天 万不该帮那个刘乐天 韩武发现还有两名班主任投了反对票 他客气地询问道 如果我加入你们班级 你们能给我什么 地中海的班主任说道 韩武同学 我看到了你矮人卷足培养方面的能力 如果你加入我的班级 我会为你提供一支不孝万名矮人的队伍 可另一边班主任却说 核心卷足的培养才是最主要的 我手头上有几件对虫族卷足非常有用的资源 你若是加入我的班级 我定住你完成蝗虫卷足整个种族的生命越前 韩武一听 立马选择了第二个班主任 他的话音刚落 秦爽也跟着嚷嚷要加入 张小龙自然也跟在了秦爽后面 田文脸上又惊又喜 一下子多了三个优秀的学生 看来今年是拿下优秀教师奖励的节奏了 随后他掏出三张兑换卡 来来来 都来我的班级 这是老师给你们的见面里 韩武拿到的是二级建筑卡 虫巢 占地平方千米 每年可孵化一百万只虫族 效果 可将镶嵌在虫巢上的圣物效果完美展现 韩武立马有了思路 将虫巢建立在神域后 可将爆裂之星和熔岩火晶两件一级圣物加持到虫巢上 虫巢会将二者的威能完美作用在虫巢内所孕育的虫卵上 这样每年就能获得一百万只豹江蝗虫了 想到这里 他激动给田文鞠躬 田文笑道 感激的话就不必说了 拿出更好的成绩才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许媒主任突然宣布 朱卫 今天的测试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试炼 但七天后 学校组织的同考可是重中之重 关系到日后个班级资源分配 其中的含金量不用我多说了吧 回家之后 韩武借助登陆舱进入了神域 蝗虫繁衍的速度很快 几乎全灭又在短时间内恢复了一些数量 但目前的实力还远远不够参加同考 必须继续报兵 否则七天后将会成为全年级的电影 这时韩武意外发现 矮人的名字出现了变化 前缀居然多了赤卢二字 韩武十分不解 立马将神识投入到矿山区域 要亲眼见证一下 可当他看见矮人时缺下了一条 现在的赤卢矮人拥有一身赤红的皮肤 以及岩浆般的血脉 居然进化成了天生的精英生命体 这如果是我的核心卷足该多好 只能多用用生长加速 先把卷足恢复到从前的规模了 就这样过了四天 蝗虫也已经繁衍到了73亿 韩武双手核实 保佑保佑我 这次能出好东西 说吧他使用生命献祭 将70多亿的普通蝗虫 化作无数生命能量 涌入天际的献祭法阵内 男人觉醒世上最弱的蝗虫卷足 可他却将其进化为 比人还大的榨浆蝗虫 就在几天前 韩武把神域里的72亿只蝗虫全部献祭 顿时在眼前出现了三个选项 选项一 获得二级圣物 暴食律法 核心卷足获得暴食能力 使用食物总能量超过自身能量千倍 即可完成自身进化 选项二 英雄模板 辅助一个超凡生命体 晋升为英雄生命体 选项三 一点神性 这三个选项远远超出了韩武的预料 无论哪一项对他来说都有用 但现在必须选择最适合的 暴食律法能把普通蝗虫统统 变成精英生命体 但养起来花费巨大 英雄模板 简而言之就是多一个英雄生命体 而一点神性相当于一亿信仰之力 也就是一亿神力 简直就是中了彩票 最后韩武决定选择暴食律法 即便养不起几十亿精英生命体蝗虫 只能先用在虫巢上 定向每年培育百万的暴食蝗虫 就这样三天过后 韩武再次登入自己的神域却下了一条 我的天啊 你是巨虫还是巨蜥啊 我宣布 你就是暴将蝗虫不安 炸将蝗虫 第二天 韩武才传送到学校就被情爽喊住 你考虑好做我的奴隶了吗 你没有后台没有资源 凭现在的实力 从众多伴神子女中脱颖而出事不可 你的蝗虫培养的确实不错 但终究太弱 矮人驯服方面 虽然亮眼 但那终究不是你的核心卷阻 韩武不想再听下去 好意我心领了 我能不能行 咱们考试后就知道了 情爽想要帮助他 却又拉不下领念 只能在一旁气得慌 这一切张小龙都看在眼里 韩武 终有一天 我会让你彻底离开清爽的视线 他的眼里也只能有我 这时班主任田文宣布 这次同考是官班级 未来分配资源的愤若 非常重要 还请同学们为发挥自己最大的实力 成绩优异的学生 圣物 神域土地 核心碎片 卷足军团等奖励资源就在我手里 只要你有能耐 尽管拿走 随后田文还在学生们的面前 宣读了一下同考的考试规则 韩武扫了一眼同考规则 上一秒还在吐槽考核规则太延 淘汰者居然会被退学 可当他看见奖励内容后 差点兴奋地叫了起来 这可比他三天前 用生命献祭出来的产物更加丰富多了 看见众人默不作声 田文淡淡说了一句 同考开始 本届同考第一轮淘汰考核即将开始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 很快韩武等学生们 被强行拉入各自的神域当中 韩武当即下达了神域 所有卷足们 备战 他的一生命下 那些蝗虫 矮人全都汇聚了在一起 此时在浓雾之中 一头头肌肉炸裂的血肉魔癸 从传送门中走了出来 韩武很意外 淘汰赛而已 玩这么大的吗 这玩意虽然是普通生命体 却拥有堪比一般精英生命体的战斗力 而且皮操肉后极其抗大 不过还好动作缓慢 说吧他伸手一抬 让五万只豹将蝗虫出场迎战 进行岩浆自爆 很快那些血肉魔癸 就已经全军覆没 韩武还隐约闻到了烤肉香味 海量的食物这不就来了吗 赤卢矮人 给我把血肉魔癸的尸体拖回来 听到神域之后 所有的赤卢矮人都争先恐后地冲了上去 一刻钟后 那些血肉魔癸 就被蝗虫吃得只剩下骨头 韩武打趣地说道 这哪是考试 分明就是送菜 另一边 在外面观战的班主任们纷纷叹息 哎呀 我班里已经淘汰了二十个学生 检员三分之一 这次同考的难度是不是有些超纲了 许媒主任解释道 校长带领三名副校长在前线和魔渊文明争夺未免 选择血肉魔癸 当淘汰考核的入侵敌人肯定有他的道 咱们这些半神不便揣测 然而这时 田文老师突然惊呼大叫 好小子 别人视为噩梦的血肉魔癸 到了他这 居然成了饲养卷族的食物 真有一手 还有卷族能够抵抗血肉魔癸 血肉里蕴含的毒素吗 这让其他班的老师也都无比惊讶 蝗虫能无视血肉魔癸的毒素吗 这可是个新发现 有研究的价值 刘乐天冷哼了一声 只是走狗屎运 歪打正着而已 论实力 他的蝗虫就是垃圾 田文听到他侮辱自己的学生 不服的说道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我看他培育出来的蝗虫实力可不弱 虽然只能算是超凡生命体理垫底的存在 但毕竟也算是跨进了超凡的门槛 刘乐天却不认同 即便如此 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不上哥布林 田文觉得他很肤浅 蝗虫的优势是繁衍能力 历年就能让族群扩大千倍 刘乐天在一旁叫嚣 我班里有个学生叫刘默 他的卷族就是哥布林 敢让他们最终成绩赌一把吗 田文气不过 有什么不敢 赌就赌 刘乐天让所有老师做个见证 我们以五点神性作为赌注 田文爽快答应 一言为定 刘乐天开始偷笑 田文啊 这次你还不赔死 刘默可是我亲侄子 我给他的资源 你能舍得给寒武吗 这是一种能够操纵骨骼的英雄生命体 如今却被安排进了学生们的同考当中 就连那些监考的老师们都震惊不已 就在不久前 淘汰赛才刚刚结束 进入排名考核的学生就只剩下430名 其中还有130名选择了弃考 那些老师们却见怪不怪 毕竟同考难度太高 有人退出也是正常情况 然而在传送门打开之后 出现的竟是一句句行走的骷髅兵 数量大概在10万左右 看见这么若基的考核怪物 那些班主任纷纷流露出惊讶的神色 就这 这不是送分吗 寒武一脸的失望 我这可有十多亿饥饿难耐的蝗虫宝宝们呢 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 说吧他下达了神域 命着十多亿蝗虫发起了进攻 很快蝗虫群化作一团黑云 与如亲神域的骷髅兵对撞 两小时后战斗也终于结束 寒武半蹲在地上提不起半点激情 可真是菜鸟护着呀 无聊至极 然而第二波考核的怪物 依然是数量约十万的骷髅兵 不过其中夹杂了不少属于精英魔物的铁骨骷髅兵 寒武可不能再让普通蝗虫去送死 这波决定使用自爆蝗虫加上爆浆蝗虫的组合取胜 寒武注意到岩浆地面对骷髅兵的杀伤力后 心中有了一个想法 如果岩浆持续堆高 那骷髅兵总不能从岩浆里游泳过来的 温度也还是在高点好 赤卢矮人 将大熔炉里的炽热流浆倒入岩浆地面 他的话音落下 站在山丘上的赤卢矮人 立马将容器里面的刘江疯狂倒了出去 如此一来 在传送门附近的地面顿时成为了死亡禁区 只要有新的骷髅兵出现 就会立马归息 这波操作让外面的老师们惊叹不已 卧槽 这年轻人的想法还真别致 田文笑道 也不看看这是谁班上的小可爱 一旁的刘乐天不屑地说道 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是扛到了第七波吗 我们班刘莫也进入到了第七波 在刘莫的神域这边 他不仅麾下有大量哥布林卷祖 还有13座剑塔 9座闪电塔和12座火球塔等等 总价值不低于1000万神力 刘乐天心中狂喜 你们谁有我狠 投入了这么多资源 这次同考第一还不是我们刘莫的吗 就在他一银之时 旁边传来了更多的惊呼之声 你们看秦爽的神域 只见秦爽的神域中 光是闪电塔就有100座 天生精英生命体雷却30万只 超凡生命体古术巨人100头 那些老师们都感叹秦家的千金果然够强 别人是家里有矿 他那是矿里有家 自己一个半神底牌甚至还没他躲 真是毫无人性 很快一共试播的骷髅兵全部被歼灭 300名考生出现的也只剩下18名 而接下来的第11波入侵 难度将会大幅度提升 很快一个身影从传送门内走出 老师们反应最快 认出那道身影后不约而同的交出了声 我的天啊 是英雄生命体 普通的英雄生命体不至于让老师们失态 正因为这个英雄生命体能操纵骨骼 控骨者 骷髅族 英雄生命体 骨操控 骨聚合 在他入侵神域的第一时间 散落在地上的碎骨仿佛受到了某种之意 都纷纷朝着控骨者聚集而去 十波骷髅兵加起来上百万 所产生的碎骨足以堆成一座大山 在控骨者的控制下 无数碎骨聚合形变 一瞬间便汇聚成一尊大如山月的骨头巨人 登场了登场了 第十一波考核的怪物竟然是英雄生命体 只见控骨者将手上的法杖举起 散落在地上的无数碎骨仿佛受到了某种指引 眨眼间便汇聚成一尊大如山月般的骨巨人 在刚刚成形之际 便开始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 挥拳可碎山 跺脚可裂地 之前还占据优势的卷独纷纷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不到三分钟 就有八名学生的核心卷族因为抵挡不住 而被骨巨人的一脚踩成碎渣 注视着寒武的神域 不对劲 为什么寒武神域里的古巨人体积小了这么多 有问题 他作弊 别人的古巨人都是大如山月的存在 然而在寒武神域里的古巨人甚至没一个山丘高大 田文很快看出了蹊跷 那是因为寒武神域内大多数的碎骨都被岩浆烧成灰了 控骨者自然没办法发挥全部实力 与此同时 斩铁剑锋挥舞着四把暴风大剑 使出自创招式斩铁式 很快就将第十一波考核怪物全部解灭 很快系统播报 第十一波清洗 通过 此时寒武正无聊打着哈欠 原以为很难得考核没想到会如此轻松 刘乐天看他那不屑的模样 顿时大发雷霆 这是作弊 绝对是作弊 寒武肯定偷了体 田文立马反驳 你有什么证据说他偷体了 刘乐天却说 田文啊 你是在包庇你的学生 小心我向教育机构投诉举报你 大家都是名演员 谁看不出来寒武在对抗骷髅兵的一场举动 试问谁会在击败骷髅兵以后主动清理战场 除非他提前知道控股者出现 清理战场上的碎骨能有效降低控股者的实力 我严重怀疑 寒武提前得知了考题 这是严重的作弊行为 学校必须严查 田文一时间无言以对 毕竟这件事也未免太过凑巧了 这时许梅主任过来解释 这次同考内容 是校长在临出发前布置下的 即便是我也不知道具体内容 如果寒武真的偷了体 那只可能是校长谢女 刘老师 你觉得校长会做这种愚蠢的事吗 听到这话 刘乐天顿时渗出一身冷汗 是我想错了 寒武同学是靠运气才击败了控股者 不过就算他没有作弊 他的成绩也有很大水分 对其他同学很不公平 许梅越发气愤 刘老师 你作为一名半神 竟说出如此可笑的话 神域文明培育种子 讲的从来就不是公平 而是优胜劣汰 不管寒武同学是如何取下好成绩 只要不是作弊 这份成绩就应当属于他 登场了登场了 考核的第21波怪物 竟然是领主生命体 哪怕是取下拳击成绩 第一的寒武也赞叹 那凶大击实在是太大了 就在刚刚 刘乐天认为寒武的成绩 有很大的水分 这对于其他学生来说 非常的不公平 可许梅却不以为然 他早就知道刘乐天通过知权 私下对侄子刘墨进行资源清洗 这才是对其他同学的最大不公 田文知道真相后 更是勃然大怒 混蛋 难怪你要拿刘墨和我打赌 原来他是你的侄子 不过我学生寒武 已经通过了第11波考核 你的侄子就难说了 此时在刘墨的神域内 总价值一千万神力的 各大防御塔 全被古巨人摧毁 脚下的哥布林核心卷足 更是死伤惨重 无奈之下他选择了弃权 不打了不打了 我只能到这里了 我决定退赛 田文赚足了脸面 打赌的结果出来了 我的学生寒武 通过了11波考核 而刘墨却止步于此 那五点神性的赌注 你不会赖账吧 刘乐天在众怒魁魁下 也不敢耍来 田老师 请你保管好这五点神性 总有一天 我会把他们都拿回来的 一小时过去 第13波入侵也结束了 考生只剩下三名 寒武 秦爽和黄飞 但谁是第一名 还得多看几波 很快第14波怪物入侵 黄飞核心卷足死伤严重 最后只能无奈退赛 获得排名榜的第三名 到了第16波 秦爽的核心卷足雷 却集体精疲力竭 闪电塔更是损坏了大半 古术巨人也死了六尊 他自知抵挡不住 下一波入侵便主动退赛 这么一来 寒武就已经威猎拳击第一了 许美主人又惊又喜 这个寒武给了他太多的惊喜了 寒武全身心投入到考核当中 此时的他并未知道结果 一直抵挡入侵怪物来到了第20波 在数量庞大的炸将蝗虫的面前 5000名超凡生命体的骷髅骑士军团 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那控股者还想要汇聚碎骨 召唤骨巨人进行反击 可就在他抬起手掌的那一刻起 便被同样为英雄生命体的斩铁剑锋钉上 一招斩铁士直接将其身体撕裂 将控股者送上西天 第20波入侵结束 第21波入侵即将开始 难度大幅度提升 请同学们做好心理准备 随着提示音响起 一股浓厚的死亡气息从传送门中蔓延出来 就连周围的温度也急速下降了几分 很快一尊华丽的白骨王座从传送门那一处 上面坐着白骨如玉的骷髅领主 胸扑前的巨大起伏更是十分的惹人注目 这让一直打哈欠的韩武顿时精神抖擞 这位绵延太大了吧 这是一尊连半神也不曾拥有的领主生命体 骷髅领主如今却出现在高中生的考场当中 那些半神的老师们纷纷惊呼大叫 这种存在哪怕是他们也不见得拥有 韩武看见骷髅领主的这一刻 他深知自己的挑战到头了 这一波的入侵 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抵挡下来 韩武果断放弃考核 我的家底打包都不够人家领主急塞牙缝的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一股无法阻挡的恐怖犀利从传送门内传来 硬生生将骷髅领主往了内拉扯 可那骷髅领主并不想就这样退场 好不容易才有舒展筋骨的机会 他发了狂一样抓住旁边的传送门 硬生生坚持了约莫五秒钟 在这期间 骷髅领主没有发起攻击 而是粗暴地抛制出一根肋骨 那根肋骨化作一道流光迅速飞向韩武的神域 脱离犀利的范围后 直接毁掉了一大片土地 看得韩武心惊肉跳 因为以领主生命体的威能 足以轻而易举就击杀任何一尊英雄生命体 在一切结束之后 韩武的意识就立马被传送回到了原本的世界 很快在他眼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榜单 上面写着排行榜 第一名 韩武 他所在的班级 更是以252分晋升三大尖子班之手 而刘乐天的班级也仅仅才未列第八名 看见榜单的刘乐天气的咬牙 因为韩武等三人没有换班的话 那么尖子班之手的名号就会落在他的班级 还有那些成绩垫底的学生们 没能完成淘汰考核也只能被校方开除学籍 但并不会损害神域 很快颁奖仪式正式开始 校方根据排名将奖励直接发放到每一位同学的手上 而韩武奖励更是华丽的不得了 他包揽了前50名的奖励 乃至全三名奖励的同时 还得到连清爽也动容的一点神性 下面的学生们都被班主任大手笔锁震惊 好多奖励 这家伙是要发家了吧 韩武陷入了思索 这些兑换卡要兑换什么样的奖励才最合适 需要好好构思一下 然而田文却自告奋勇 我会帮你选择最合适的奖品 韩武点头 心中夸赞田文老师果然最靠谱 随后他听从田文的建议 将神域图卡兑换了20平方公里的密林地形 而一级圣物兑换卡兑换了一级的圣物毒物株 直接使用了神域核心圣级卡 最后还建造了一座一级的神殿 这是一套极品的兑换卡 只有拿下年级第一的学生才配拥有 韩武则在这次同考中大方一彩 可在兑换神力武器时却犯了难 只能换一件 那斩铁剑锋需要四件才能发挥实力 还是找的锤子啥的吧 于是他给赤卢矮人兑换了一把价值十万神力的战锤 由领主生命体炼玉九头蛇的核心打造 蕴含庞大的火焰能量 可当他看见使用的最低要求时 韩武当即一阵郁闷 看来不能马上使用 得等赤卢矮人里出一个火系英雄才行 很快一个小时后 班主任田文在讲台上宣布 下面有请咱们班的前三名上台领取班级奖励 在同学们的注视下 韩武、情爽以及一个叫徐笋的同学走上讲台 田文表示 韩武取下第一名的好成绩 班级奖励为100班级积分 以及在班级高等资源宝库中任意选择一种 说罢他打开的资源列表 分别是圣物类巨人之拳 生命喷泉和玄铁矿核心 既能为冰冻飞弹和建筑类戈布林朝 以及超凡生命体士虎兽 韩武甚至不用考虑就选择了生命喷泉 只要将他放在神域中 就能直接对他的核心卷足蝗虫起到作用 田文一脸欣赏地看着他 这孩子了不起 没有固执地追求强大战斗力 而是能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并加以发扬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 放学后 韩武正想要离开 这时却传来一副命令式的口吻 恭喜啊 咱们的爆发货 韩武把你在同考中获得的那点神信卖给我 我用10500万神力和你交换 现在就交易 这种语气让韩武很不爽 居然多出500万神力 这家伙怕不是人傻钱多吗 他冷冷问了一句 理由呢 许笋催促道 要什么理由 只要你同意 10500万神力就是你的 这笔神力 足够让你买下一条蝗虫生命跃迁的路线 改变自己的命运 韩武有些心动 但他认为这里面肯定有诈 于是干脆利落地回绝道 我不同意 徐孙很懊恼 但还是恳求他 韩武同学 我祖父正准备晋升真神 很需要神信 你把这点神信卖给我 除了神力之外 我还会欠你一个人情 韩武看他态度有好 心想一一千万神力 绝对是笔巨宽 我完全能让神域 承载蝗虫的数量上升数十倍 到时候这点神信早就赚回来了 想到这里 韩武松口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 在他说话的同时 手机忽然收到一条短信 那是秦爽发来的信息 你同考中收获的那点神信 我出一五千万神力购买 你同意吗 这是一把由炼狱九头蛇的核心 打造而成的炼狱战锤 如今韩武却直接扔在赤卢矮人的面前 将炼狱战锤赐予给了他们 就在不久前 同学许笋想要以一零一千万的神力 换取韩武在同考中获得的那点神信 韩武有些心动 正想要答应的时候 却又看见秦爽发来的信息 韩武整个人都看呆了 秦爽出价以一五千万 整整比许笋高出四千万神力 一点神信等于一一神力 但他们的出价 显然已经超过了原有的价值 韩武忍不住发问 一点神信不是价值一一神力吗 秦爽解释 如果不是通过自己卷祖产生的 信仰之力名具出来的 其中还掺杂了 其他神明的信仰之力 那么神信凝聚的成功率会大大降低 因此神信目前市场价是一亿四千五百万 而且有价无事 韩武当即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这么说来那个许笋 根本就是想捡漏 然后他直接对许笋回了个字 滚 许笋文言差点把费都气着 他当场放出狠话 韩武 别以为你同考取巧得的第一名就张狂 你给我等着 随后韩武将一点神信卖给了秦爽 一五千万神力很快到账 此刻他只想在前海里打滚 放学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赤鲁矮人们感激不尽 全体成为前信徒 而获得超凡种子的赤鲁矮人 更是一跃成为了狂信徒 很快同考所获得的奖励 就只剩下一集圣武读物读了 当时他是听从班主任田文的提示 才选择了这件圣武 可他到底有什么用呢 就在韩武百思不得其解释 田文的视频申请说道就到 韩武问道 田老师 这么晚了您找我有什么事 田文也不废话 那天同考 我与刘乐天赌了五点神信 结果你的成绩优异让我大获全胜 所以我琢磨了一下 这份赌注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便给你准备了一份奖励 一张是神性卡 另一个则是魔胎卵 这是我在外遇征战时得到的一份战利品 是天魔虫王亲自诞下的卵 用特殊秘法炼制成死胎 虽是死胎 却也能够每日产生十胜魔胎素 同化为最低级的天魔虫 这是一枚半神在外遇征战时获得的战利品 魔胎卵 是由天魔虫王亲自诞下的卵 用特殊秘法制成死胎 在韩武入班时 田文就曾经说过会助他完成核心卷族的生命跃迁 这便是他所掌控的其中一条路线 韩武心中若有所思 所有人都不看好我 就是因为觉得蝗虫卷族太垃圾 若是掌握一条生命跃迁的道路 蝗虫同化为天魔虫 卷族潜力虽不至于媲美情爽的天生精英生命体雷雀 但也能达到普通生命体哥布林 矮人之流 想到这里 韩武的目光变得炙热 在两者之间果断选择了魔胎卵 田文很满意 天魔虫和毒属性的契合度很高 你可以把一级圣物毒物猪加载到核心上 结果绝对让你满意 不过韩武还有个问题 老师 你有没有提供大量肉食的渠道 肉质差一点也没关系 商城里提供的肉食实在太贵了 田文认为在商城购买肉食代价太大 最近校长在攻略一个魔渊未免 必定有大量血肉魔癖的尸体 我可以为你询问一下 韩武更加确信自己换班是正确的选择 在说完感激的话后便挂断了通讯 现在韩武的二级圣物暴食律法收益很高 神域里的蝗虫们一个个变成饭桶 干饭干得超快 所以仅凭神域内的产出 根本无法满足蝗虫们的胃口 他一边想着 一边将魔胎卵安置在古树之下 这样产出魔胎素会更快 然后再让蝗虫吃下就会进化 韩武抓来一只蝗虫 让其吸收了魔胎素后顿时化成了一个茧 他又在魔胭旁足足手了两天 这才发现魔胭终于有了破茧的动静 随着外壳上的裂纹越来越多 很快一只通体被魔气包裹的天魔虫出现在眼前 身长十厘米 口齿更加锋利 和蝗虫有几分相似 虽然依旧是普通生物 但实力要比蝗虫强百倍 没有繁育信息 所以每一只天魔虫都必须靠魔胎素来同化 一滴魔胎素能同化一只蝗虫 一毫升有二十滴魔胎素 十升就是二十万滴魔胎素 如果顺利 每月就能获得二十万只天魔虫了 而且新生的天魔虫同样受到圣物暴食律法的影响 不用多久就能晋升为精英生命体 随后航五又将一集圣物毒物珠夹在至神域核心 只是眨眼之间 刚刚新生的天魔虫竟发生了九成以上的变异 直接变成了精英生命体毒物天魔虫 实力更上一层楼 与此同时 在魔渊某个未面中 校长尹平正在愁眉苦脸 他虽贵为真神却也遇到了难题 由于在魔渊征战了四年之久 死在他手上的魔物不计其数 即便尹平搭建了数十座焚烧炉来清理尸体 也仍然是杯水车星 这是一堆累积了四年之久的血肉魔虔尸体 就算把尸体封入卡内 带卡片上的神力耗尽 这些尸体也还是会爆出来继续污染 就在校长尹平感到无比头疼之时 一个视频请求打断了他的思绪 是田文老师 他找我干嘛 接通后 田文尴尬地说道 校长 贸然给您打尸体 是想向您询问是否能提供血肉魔虔的尸体 我有一个学生想买 尹平很诧异 你的学生要血肉魔虔的尸体做什么 田文直言道 他准备用来饲养核心卷足 他的核心卷足是蝗虫 在同考淘汰考核中 曾使用过血肉魔虔的尸体 并无不良反应 尹平自然略有所闻 这个学生不就是前几天和半神斗法的小天才吗 没想到小小蝗虫竟有如此作用 可惜魔渊的生存条件不适合蝗虫生存 否则倒是可以引进一批蝗虫来啃食血肉魔虔的血肉 也省去我们很多神力 这里有一百万具血肉魔虔尸体 你先转交给他 然而一天过后 田文又再次找上门来 校长 那位学生昨天的血肉魔虔吃晚了 他想问问能不能长期供应 尹平顿时大惊失色 什么 一天就吃光了 还想要长期供应 田文点头 我也觉得这个想法有点过 所以 尹平在惊叹之余 却又非常高兴 嗨嗨 血肉魔虔的尸体可以管够 但长期供应就不能白送了 这样吧 一神力可购买一百具血肉魔虔 一万神力起送 田文立马转告给韩武 五分钟后汇报影评 校长 韩武他要先来一百万神力的 有了充足的食物后 韩武的核心卷足得以大肆发展 仅仅只用几天时间 神域内的精英生命体已经以依赖技术 待数量达到神域能承受的极限后 韩武发动了生命陷技 将足足一百二十亿精英生命体的蝗虫陷技 随后在他面前出现三个同等价值的产物 选项一 五名超凡生命体的巨人战士 选项二 三级技能精实 毒暴数 最高可领物质 纠集毒暴数 选项三 分解机 分解物质 看完这三个选项 韩武顿时双眼放光 以破坏力著称的巨人族战士 哪怕是拿出去售卖 每一个也至少价值一千万神力 但三级的毒暴数 加上天魔虫 再加上一级圣物毒物猪 简直是绝配 只是目前我神域核心只有三级 加载完暴时律法和毒物猪后 根本没有空槽来加载三级毒暴数 经过一番思想挣扎 韩武最后决定选择第三项 分解机 分解机可以分解物质 提取能量精实 那是一种魔法侧卷足的食量 金贵得很 我要躺着把钱赚了 这是一台可以分解物质 提取能量精实的分解机 韩武尝试往里面丢进五吨铁矿石做实验 分解机当即开始疯狂运转 很快在五小时后 面前掉落三颗拳头大小的能量金石 韩武对此很满意 铁金石可以用来给某些特殊种族当食物 也可以用来充当锻造材料 每颗能卖五点神力 可就在这时 神域中传来赤鲁矮人的声音 伟大的神明啊 我们在挖矿时遭遇了亡灵的袭击 导致三名同伴受伤 现在神锤组长正在与那名亡灵对抗 希望神明能够赐下神恩 解救赤鲁矮人族 韩武文言立马奋出意识去查看 很快他就找到了赤鲁矮人的位置 只见神锤组长手持一柄仿造 炼狱战锤打造的信仰武器 挥舞起来虎虎生风 而他的对手则是一尊和矮人 差不多身高的小骷髅 看起来和同考中 第21波出现的骷髅领主 有那么几分相似 韩武细心发现 小骷髅的战斗力惊人 小鼓掌与信仰战锤碰撞的时候 能轻易在上面留下掌痕 而他的鼓掌却没有半分损伤 韩武惊喜地动用神明权限 想去查看小骷髅的详细信息 却得到失败的提示 查询失败 小骷髅不是你的信徒 并且你没有侦察类的手段 无法查看其信息 无奈之下 韩武只好下达神域 将英雄生命体的斩铁剑锋叫来应战 斩铁剑锋也不愧是位战儿升剑锋足 上场一记旋风斩便直接将小骷髅击碎成一地碎骨 可是那些碎骨仿佛受到某种力量的牵引 在地上振战不止 不多时便恢复至原本的状态 而且骨头上没有出现一丝瑕疵 韩武没有赶尽杀绝 而是趁机上前劝说 归顺我 信仰我 你将获得新生 怎料那个小骷髅敬酒不吃吃罚酒 对韩武的神性分身就是一记鼓爪横扫而去 可韩武却大声嘲笑他无知 幼稚 神域不破 我的神性分身就能永存 然后又吩咐斩铁剑锋和矮人神锤执行神域 给我一支砸 砸到他归顺我为止 三天后 那只小骷髅被斩铁剑锋折磨得失去了光泽 他跪拜在韩武面前 发出微弱的女声 无 愿 归顺神明 韩武摸了摸小骷髅那光溜溜的脑壳 然后在系统中查看了他的信息面板 卷族名称 骷髅族 卷族等级 领主亡灵 虚弱 残缺 封印 卷族天赋 水晶骨 复苏 作为半神的老师这次连老脸都不要了 竟然以超凡生命体的恶魔亚龙为代价 收买学生张小龙 让他在考核中解决韩武 就在不久前 经过同考的筛选 能留下来的学生们几乎都是精英 但接下来还有一场考核 那是一场真正能够拉开他们之间差距的关键 甚至会对未来被哪一所高校录取产生影响 韩武一听 立马想起爷爷的遗愿 帝都学院是神域文明最顶级的高校之一 里面的乱星还有着失踪父母的线索 填文环顾在座的学生 坦言众人将会被传送至魔云的其中一个未免 具体的考试内容稍后会发指邮箱 现在距离开始还有一个小时 很快教室就炸开了锅 学生们纷纷议论魔云未免常年弥漫魔器 一般的卷族都会被魔器所侵蚀 唯有魔物和亡灵能正常存活 而且那里还时常爆发亡灵天灾 不过张小龙却无比兴奋 因为他的核心卷族就是魔物 占据先天的优势 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考核 然而这时 一个未知号码拨打了过来 接通后传来刘乐天的声音 小龙 我需要你帮我解决掉一个人 张小龙立马一回 是韩武吗 刘乐天点头 你帮老师办事 老师绝不会亏待你 这是老师给你的资助 你先收着 对你考试有用 张小龙打开邮件一看 竟然是一张封印了超凡生命体的恶魔亚龙卡片 那是媲美英雄生命体的强大种族 一小时很快过去 在天文的指示下 所有学生都被传送至魔云的其中一个未免 随机分配到各个区域 韩武用了三分钟将考试内容看完 任务也只有一个 就是剿灭骷髅兵营 消灭九成以上骷髅 摧毁骷髅族的军旗 随后在韩武眼前出现四个选项 他拥有选择一次 卷族化身降临的机会 若卷族化身死去 他将以真身降临 若真身身亡 即真实死亡 韩武联想也不想 直接选择了骷髅领主化身 在如此环境内 能够避免魔云内魔气的侵扰也只有他了 下一秒 一缕缕魔气缠绕至韩武周身 然后他身体上的血肉瞬间消散 仅剩下白玉般的骨骼 现在的韩武 简直就是一副小骷髅的模样 空气中飘荡的魔气对他并无不良影响 反而还让他很舒坦 因为考试规定 每日召唤卷族限定为一百只 所以韩武召唤了一百只豹式蝗虫出来试试 结果也如他所料 不到一小时 一百只豹式蝗虫就死了九十四只 剩余的六只里 有三只半死不活 有三只感染了魔气 朝着魔气蝗虫变异 生物魔化后往往会失去理智 变得残暴不开 但蝗虫本身就没有智慧 即便被魔化后也还是听从韩武的命运 待三只蝗虫完成了变异 韩武来到了一片黑漆漆的树林 树上暗红色的果子便是任务中所提及到的骨魔果 他当即让三只魔化蝗虫摘下果子 魔化蝗虫的动作很快 拥有锋利的锯齿很快就咬下了一百颗骨魔果 韩武正准备提交任务的时候 却听到一声声诡异的嘀吼 只见一具巨斧尸从土地中爬出 他们身体严重腐化 只剩下累累枯骨 身上残留着些许烂肉 这些斧尸没有智慧 当即就朝着韩武抽打过来 正好韩武也想试试这具卷足花生的力量 很快从地底爬出来的二十具斧尸就被韩武侵入 四周再次恢复了昔日的平静 他扫了一眼地上的骨魔果 心想这个任务完成也只有二十考核几分 但胜在简单 而一百积分的任务则要打半身 还是以数量取胜嘛 就这样 他一天下来就收集了八百颗骨魔果 并且封印在四十张卡片里 虽然任务每个人只能完成一次 但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在班群里发布了兑换任务物品的信息 班主任田文没有阻止 只是提醒他们只能使用本位面获得的资源进行交易 违规达到三次将会取消该考试资格 一时间班群里热闹多了 那些同学们身上也有多余的资源 资源整合也节省了自己大量的时间 此时在另一边 一个男人在角落暗暗偷笑 我还正愁该如何找到你 你居然敢自报位置 这次我看你怎么死 张小龙选择化身恶魔亚龙 更是召集了一百条地狱恶犬紧随气候 朝着寒武所在的方向前进 男人命令蝗虫将八百颗骨魔果全部摘下 然后在班级群里和其他同学进行资源整合 刚开始自己的考核积分排名一路猛涨 但很快就跌到了第十八名 寒武心里清楚 自己的优势无法保持太久 主要还是眷族太惨 而考核又限制了召唤眷族的数量 根本做不了高级任务 正当寒武发愁之际 一支骷髅兵部队正朝着古魔果树靠近 古魔果是骷髅兵强化实力的重要材料 他们此番前来就是为了摘取古魔果 但来到这里之后 却发现树上的古魔果早已经空空如也 众骷髅兵见状气愤不已 眼眶中的灵魂之火不停颤抖 若是无功而返 定会被骷髅骑士大人重罚 就在这时 化身为骷髅领主的寒武却走了过来 心中暗道 不知我这等化身能震得住他们不 可当骷髅兵看见寒武此等化身后 历时间竟全都愣了在了原地 身上每一块骨头都在打颤 不多时所有的骷髅兵都五体投地 向寒武行贵败大人 这是种族等级的压制 是发自灵魂的敬畏 寒武倒是很惊讶 卧槽 骷髅兵都起来吧 我的眷族们 带我去巡视你们的营地 很快他们来到一处商务 里面竟有数以千计的骷髅兵镇守于此 其中还有超凡生命体的骷髅骑士 即便寒武外形如此矮小 但灵魂上的威慑却不假 骷髅骑士依旧也选择了臣服 寒武不费一兵一族 就获得了一支骷髅兵队伍的信仰 这一波简直是赚妈了 骷髅骑士恭敬地说道 无曾是第一骷髅军团成员 再一次和血肉魔鬼的对抗 终于大部队走散 不得已才驻扎于此 因为每日都要应对腐蚀 僵尸 血肉魔鬼的侵略 手下的骷髅兵一天天削减 所以才会派遣骷髅兵去寻找谷魔果 来提升骷髅兵实力 寒武若有所思 既然如此 我有必要让他们变强了 第二天 寒武的考核积分排名 从18直接跌至178 班群里有不少同学 在感叹寒武的时代过去 可寒武却不屑一鼓 心想也是时候发力了 随后他从神域中 带出大量的装备和古金石 都一一分发给了骷髅兵们 得到神明的恩赐 骷髅骑士感激不已 几分钟后 那些吸收了古金石的骷髅兵们 其中有数十只得到了进化 一跃成为了精英生命体的铁骨骷髅 男人为了避免深渊内磨气的侵扰 竟选择化身成为死灵系的骷髅领主 可令他意外的是 在种族等级的压制下 不仅收服了一只骷髅兵队伍 还让身为超凡生命体的骷髅骑士跪拜臣服 寒武下达命令 指挥这些骷髅兵队伍 来到了血肉魔鬼的巢穴门前 根据内容介绍 里面大约有八千至一万只血肉魔鬼 而寒武这里只有一千出头的骷髅兵队伍 如果正面开战肯定打不过 他打算以游击战的方式逐渐蚕食 于是便派出一名看起来十分弱击的骷髅兵 去到血肉魔鬼巢穴的门前溜达 那些血肉魔鬼哪里有脑子 看见外来者入侵就一窝蜂地冲了出来 其数量更是不下一百多只 那只骷髅兵按照寒武的指示 一路小跑将这些血肉魔鬼 引到了指定的位置 随即上千具骷髅不知从何跳出 将一百多只血肉魔鬼包围了起来 此刻他们只感到小脑萎缩 当即就开启了一场毫无胜算的对决 骷髅兵以十对一 而且手上还有寒武赏赐的武器 寒武发现 骷髅骑士竟有着将尸体转化成骷髅兵的能力 这样增加新成员的方式 还真是别具一格 一个小时后 寒武的骷髅兵队伍已经达到了七千余人 而巢穴中的血肉魔鬼也只剩下三千左右的数量 他察觉到实际成熟 当即就下达了清除巢穴指令 让七千名骷髅兵一举冲进巢穴 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就把所有的血肉魔鬼清除 此时骷髅骑士将一颗血肉之心奉上 看起来有些脏 但好歹也是一级圣武 有着提升核心卷毒的肉身力量 提交任务后 六十考核积分到手 寒武的排名也瞬间提升到第108 另一边 一头地狱恶犬正在捕魔鬼的树林里搜寻 却也只能发现一些蝗虫卵 化身为恶魔亚龙的张小龙破口大骂 真是该死 寒武那小子究竟跑去哪里了 随后他看见寒武的排名发生了变化 瞬间增长了60分 结合任务列表的信息 他推算出寒武就在血肉魔鬼巢穴附近 可是当他赶到巢穴门口 却看见外面铸扎了很多骷髅兵 心中忍不住惊疑 该死的寒武 你居然暗地里养了骷髅族的眷族 想借此在这次考核中取得好成绩吗 做梦去吧 随后他下达了神域 所有的地狱恶犬在一瞬间扑了过去 将那些手在外面的骷髅兵全部撕碎 趁寒武来不及反应 又继而扑向了他 其实地狱恶犬自身实力就很强 而且还在魔渊的大环境下 实力有所加成 远超普通的精英生命体 男人化身为媲美英雄生命体的恶魔亚龙 一记龙爪就直接将寒武的骷髅领主化身打散架 就在刚刚 张小龙麾下的地狱恶犬扑向了寒武 周围的骷髅兵岂能让首领被袭击 都奋不顾身的上前阻挽 挡在寒武面前当即构成一面无比坚固的骸骨铁墙 化身恶魔亚龙的张小龙见状也不有感叹 这才降临魔渊未面的第二天 寒武便汇聚了如此多兵力 若是在迟几天 还有谁能挡住他 今天必须解决他 意识到后患无穷的张小龙当即冲入战场之中 布满后视灵片的身躯横冲直撞 将大片精英生命体的铁骨骷髅碾成碎片 就算是超凡生命体的骷髅骑士也紧紧挡下一击 在数次撞击之后 身上的骨骼也破碎严重 寒武决定问个究竟 张小龙同学 咱们无冤无仇 你为何袭击我的卷祖 将那如玉般的骨骼打散了一地 失去了首领的骷髅兵们 眼眶中的灵魂之火剧烈跳动 发了疯一样杀向恶魔亚龙 然而张小龙却不屑一步 当即就飞上了天穷 一群乌合之众都没杀的必要 他们虽是骷髅 却有忠义之魂 唯有杀光所有仇敌 才足以祭奠首领亡魂 可在张小龙走后 寒武的骨骼忽然被某种力量牵引 重新汇聚在了一起 这正是骷髅领主的能力之一 复苏 他命令愣在原地默哀的骷髅们 别傻愣着 带上所有兵力 尽快逃离此处 唯有躲在一个张小龙找不到的地方 断绝一切通信 待麾下拥有足够的兵力后 再找机会报仇 另一边 张小龙打开退考名单 找了半天也没发现里面有寒武的名字 他不信邪地返回主保单查找 果真让他发现了排在第163名的寒武名字 也就是说 刚刚的寒武是炸死的 他当即带领地狱恶犬返回血肉魔鬼的巢穴 这次我就算浪费时间也要把你们诛杀带尽 然而带他们再次来到巢穴门口 却发现这里早已空空如也 地上连一根完整的骨头都没留 张小龙愤怒地下达神域 给我搜 方圆百里不许放过任何一个骷髅 此刻的寒武已经逃出50公里外 经过和张小龙一战 骷髅队伍数量已剩下5000 他现在只能拿出更多的骨精 时帮助骷髅兵强化 吸收到纯粹的骨能量 骷髅兵不但恢复了伤势 还纷纷净化为铁骨骷髅 其中还有一只净化为骑士骷髅 但寒武知道现在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要想被帝都学院看重 得要更突出成绩才行 随后他接下了任务64 沉沦魔是魔渊未面的一种本土生物 实力平平 这种渣渣被标到80几分 显然规模一定超过百万 也正巧自己可以用沉沦魔 来大规模制造骷髅兵 出发吧 目标沉沦不落 时间过去很快 转眼间便过去了两个月 全年级退考的学生已接近300人 其中黄飞和刘墨的成绩最为突出 稳居第一和第二宝座 而寒武目前却是全年级倒数第一 刘乐天当众嘲讽 早就说过了 寒武那小子就是投机取巧 才拿了同考第一名 可某个有眼无珠的老师 却把他当成宝 寒武这小子就是个废物 无论给他多少资源 他也是烂泥扶不上墙的 田文感受到了侮辱 他怒喝道 那不如咱们再打一个赌如何 这次获得冠军的学生依然是寒武 赌十点神性 你敢还是不敢 刘乐天求之不得 还加大了筹码 我没有十点神性 但我有神职 我拿神职跟你赌 三个骷髅骑士第一次联手召唤 境意外将一尊变异的超凡生命体 骷髅复苏者召唤了出来 那是一尊比骷髅骑士更加强大的存在 就在不久前 田文听不惯刘乐天对寒武的侮辱 竟以十点神性作为赌注 赌这次考核的冠军是寒武 刘乐天上次输了五点神性 手头上已经没有多余的神性卡了 只好拿出三级神职治疗跟他赌 其实田文并非一时冲动 因为他知道寒武已经开始攻略一个考核 积分为八十的任务 一旦完成 如此高难度的任务将会受到一流高效的注意 与此同时 在魔约某个未免 沉沦魔营地这边原本有上百万的沉沦魔 可现在的数量已经不足十万 这都是因为寒武使用打游击战的方式 一劈劈地将沉沦魔引出来击杀 再将他们的尸体复活成为骷髅兵 现在他的骷髅兵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九十万 兵力对比如此悬殊 他当即下达神域全军出击 以骷髅骑士带头杀入了沉沦魔营地 那些沉沦魔奋起反抗 可在转眼间就被海量骷髅兵所淹没 没有一个沉沦魔倒下 就意味着有一个骷髅兵站起来 即便沉沦魔首领祷告者也拥有复活的能力 但根本比不上三个骷髅骑士的召唤速度 不出二十分钟 寒武已经一举攻下了沉沦魔营地 在完成轻角任务后 寒武让三个骷髅骑士同时在沉沦魔祷告者的尸体上使用召唤能力 只见那具尸体上的血肉快速消散 原本空洞的眼眶上竟然起了灵魂之火 随后一尊变异的骷髅族超凡生命体出现在眼前 骷髅复苏者超凡亡灵天赋硬骨 骷髅复苏看完属性面板 寒武惊叹不已 我去 骷髅复苏者可比骷髅骑士更强啊 只见骷髅复苏者伸手指向后面刚刚被砸成碎骨的骷髅兵 一团悠悠绿光将其包裹起来 下一刻 散架的骷髅碎骨在一瞬间重新凝聚 战死的骷髅兵竟再次活了过来 如此一来 往后寒武的骷髅大军不会再有折损 感叹这复苏者还真有点东西 这是骷髅骑士将沉沦魔部落里面搜刮到的物品上缴给寒武 一共有三件不错的战利品 B级圣物 火球法棍 能让部分核心卷族获得释放一级火球的能力 英雄魔板碎片 四分之一的英雄魔板 凑齐完整后可让卷族融合 晋升英雄生命体 沉沦之源 可赐予种族沉沦之力 寒武又惊又喜 这最后一件战利品沉沦之源 竟是一件能触发生命跃迁的道具 他当即提交任务 我抗议 为什么你只通报 韩武同学的高校邀请 不提其他同学的呢 可徐主任却说 分数达到3000分 并至少完成一件80分以上的任务 目前也仅有韩武一人达成 所以只有他才接到了邀请 就在流落天哑火的时候 却忽然听到清爽同学 收到一流学院狂战学院的邀请博保 他的心情好转 立马联系了正在考核的张小龙 现在只剩下三个任务 你必须抢先完成 绝不能让韩武抢了 只要他不是第一名 我就能赢下赌约 与此同时 韩武盯着列表上的三个任务 陷入了思索 现在我的积分已经达到3480分 还在第三 距离第一名还差130分 所以还需要完成两项任务才行 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不止我的2000万骷髅兵 两名英雄生命体和近200的超凡生命体 能不能剿灭牛魔部落呢 另一边 牛魔部落的大门忽然受到莫名的卷足袭击 一下子惊动了里面的所有牛魔 张小龙的恶魔亚龙化身夸赞道 加把劲 你也不想最后被韩武拿下第一把 徐笋的尸虎受化身让他别废话 我都使出吃奶的劲了 然而开心不到三秒 部落里的牛魔英雄生命体却冲了出来 抬起手中大棒当即朝两人狠狠砸下 一棒子下去就瞬间将两人击退 牛魔以一敌二 宁抗两大超凡生命体的攻击也仍然不落下风 可久攻不下 张小龙开始着急 我们撤吧 再打下去家底都要打完了 徐笋赞同 这种级别的任务 我们连手都过不了 韩武就更不用想了 可话音刚落 他们就看见在牛魔部落的门外围满了骷髅兵 数量多得有些惊人 似乎无穷无尽蔓延至天际 两人在心中都不由产生了一个想法 该不是倒霉的遇到了亡灵天灾吧 很快这些骷髅兵和牛魔 地狱恶犬和蜥蜴人三方势力发起了战斗 场面震撼无比 大片的骷髅兵被砸成碎骨 张小龙和徐笋发现这些骷髅兵虽多 但战力却很低 可以趁着牛魔吸引火力的时候突围出去 韩武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当即派出一名英雄生命体的控骨者出战 只见那名控骨者一念一动 无数碎骨在一瞬间汇聚在一起 组成一尊约二十米高的骷髅巨人 这是一尊由无数碎骨汇聚而成的骷髅巨人 二十米高的庞大身躯大步跨入战场 紧紧一拳便对敌军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而那些被杀死的生命体 在骷髅骑士的召唤下 又再次以骷髅兵的形式站了起来 成为亡灵天灾的其中一员 张小龙和徐笋当即就吓傻了眼 骷髅巨人杀死的生命体 会被骷髅骑士召唤成为骷髅兵 而骷髅兵死亡又会被复苏者恢复 如此无敌的阵容 让他们果断放弃卷足偷偷跑路 怎料二十米高的骷髅巨人早已拦住了去路 韩武站在巨人肩上 向两人招呼了一声 张小龙同学 徐笋同学 你们好啊 张小龙瞳孔收缩 一脸的不可置信 韩武 你的核心卷足不是蝗虫吗 韩武却说 张小龙 礼尚往来 我是来送你上路的 说话的同时 海谷巨人已经抬起巨角 张小龙眼睁睁看着巨角落下 无能地咆哮着 不 不要 很快恶魔亚龙化身的张小龙被海谷巨人当场踩爆 一旁的徐笋僵直在原地 韩武同学 咱们之间没有太大矛盾 之前都是误会 我向你道歉 你杀了我也没有什么好处 韩武当即反问 杀了你虽然没有好处 但是放了你也似乎没有好处啊 徐笋都要吓哭了 我把我在这个位面所得到的宝贝分你一半 只求你让我一命 韩武与徐笋并无直接冲突 稍加思考便答应了下来 成交 你可以滚啊 徐笋的考核积分有3020分 所得的宝贝也绝对不会少 他在签下契约书后便仓皇逃离 五小时后 牛魔部落死伤超过八成 一句句牛头人的尸体叠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小型山丘 而牛魔部落的组长 唯一一个英雄生命体在如此绝境之下 最后选择了投降 归顺到韩武麾下 韩武再三思索 同意了牛魔部落的归顺 然后将任务提交获得了90积分 现在他的总考核分达到了3570分 距离第一名还差40分 并且还有两个任务选择 然而高兴不到三秒 另一个90积分的任务瞬间变成了灰色 正当韩武惊叹之时 排行榜上显示秦爽刚刚完成了任务 总积分达到3580分 位列第二名 韩武深感无奈 现在只剩下一个任务 要是想拿到第一名的话 也只能去击杀黑暗蛙人半神了 即便自己麾下拥有2000多万骷髅大军 也不一定敌得过半神 更何况对方占据主场优势 但为了引起顶级高校京都学院的注意 韩武果断下达神域 全军出击 目标黑暗蛙人潮雪 另一边 班主任们已经统计出了数据 11个班已经结束考核 现在就只剩下田文三个学生还没出来 分别是秦爽韩武和徐笋 刘乐天认为他们在故弄玄虚 目前只剩下一个朱砂半神任务 11个班都没人去尝试 历史上也没人成功过 田文却不以为然 韩武和秦爽确实在挑战蛙人半神 至于结果 我们走着瞧 我对我的学生有充分的信心